《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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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 祂奠定了很重要的福音工作 从《使徒训传》这五节你们会知道的 第一 我用试点来讲 第一 我们在这五节的经文 我们读到的是什么 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使徒 不是人拣选的 不是机构拣选 不是在教会里面投票 然后选长老这样选的 各位明白吗 不是这个 主耶稣亲自选的 各位 你看第一章二十四节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这里讲到拣选的时候 彼得为第十二个使徒来求恩 主啊 哪一个人能够取代犹大 选了两个 其中他就说 主啊 这两个人当中 请你指明你拣选的是谁 对不对 拣选这个字 9章15节 特别 上帝要拣选保罗的时候 透过亚拿尼亚 他对亚拿尼亚说 他是我什么 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这里讲的拣选 和上帝拣选我们众圣徒 做见证 一样吗 一样不一样 各位 一样但是不一样 我们都被拣选为基督的大使 你要传扬福音对不对 但是我们没有被拣选为使徒 我们没有被拣选为那个亲眼得见诸 以致我们所讲的 所见证的成为了教会的根基 对不对 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对不对 所以你们明白吗 我们的拣选跟使徒们的拣选 有一点不一样的 他们不是被任何的教会或委员会这样拣选出来 是被逐亲自拣选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教各位 一定要很谨慎 当代教会的这个新使徒改革运动 你们懂新使徒改革运动吗 你们Internet上去打这个东西叫NAR NAR NAR Movement 这个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Movement 其实就是搞这些东西的就几个了 那个Bill Johnson Todd White Peter Wagner 这个他们 这个是其实林恩跟五旬派里面 他们兴起了一种新派 Peter Wagner把这个叫做第三波 林恩有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出来的时候使徒出来了 使徒是被拆遣的 所以末后的时代的这些使徒 所以他们带来的怎么释放医治 发预言 宣告神的话 各位 这些东西 当人一接受 邪灵就很开心 邪灵就马上借着人来动工 这些人动工 甚至借着他们行诸一些神迹奇事都会做出来的 因为这是最快 也最容易削弱神的话 最快最容易搞乱教会的做法 对不对 因为当耶稣所行所教训的 已经完成的这个奇事 这个以外 这个还不够 以外 我们还要多要得着 主上头来的一个新发现 新良光 新奇事 有一些人出来 他们自称为使徒 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这些话 开始好像很有权柄的样子 预言有一些东西 明天 明年 你的生意会怎样 你的家庭会怎样 不不不 这样讲这些东西 是的 然后把奉献出来 给他们这样 这些 然后真的发生了 下一回飞去不可了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这种运动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各位 你们会发现牧师讲《使徒行传》 批评多过正面的东西 因为乱到不得了了 乱到现在整个教会界里面 乱到这个不得了 所以我为什么这些东西先警戒你们 尤其我一讲到圣灵的时候 有些人开始嗨了 讲到基督不会嗨 讲圣灵就开始嗨了 圣灵是谁的灵 基督的灵 他要做的是原自什么 基督所行所教训的 所以基督所行所教训的是谁 不是你自己感觉的 乃是使徒他们写的 所以使徒里面的 所讲的话 写的书信 你要很清楚的考究 不是这个使徒讲的 随便这样看 读了 知识懂一下 背几个经文 然后寻求一个性亮光 性感觉 性感动 这个是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我跟你说 当代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教会 就一边你要学查经 你要学圣经去查经班 然后他才给你翻圣经 要学圣灵 就去到一个暗暗的房间等候圣灵 然后这个两者 好像完全不相称的 其实是一样的上帝 神的道跟圣灵是不能分开的东西 人把它分开来要经历 来要解释教导的时候 我学龄就很喜欢了 他就进来 装作光明的天使 然后行一些神迹奇事 就欺骗很多人 所以这是一点 学龄的工作 一定要明白 这是最后 这个时代 会发生的事情 这次也是敌基督的一个前兆 祂的工作的兴盛 要开始的 一定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东西